辛苦制作的豆腐脑却要打碎成渣 这到底是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最薄的做多薄 没看见人 今天张师傅要用黄豆制作一样工艺非常复杂的美食 这个美食要把豆腐脑打碎 最重要的是制作成功可以透光 这个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豆浆色香味俱全 有了豆浆 距离那个可以透光的美食就进了一步 洁白的豆浆经过卤水的点化 逐渐变成嫩滑的豆腐脑 张师傅将新鲜的豆腐脑的一部分放进模具中 新鲜的豆腐脑压制两个小时 使豆腐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就成就了鲜嫩又紧实的豆腐 张师傅说 一部分豆腐脑成就了紧实鲜嫩的豆腐 另一部分豆腐脑就是制作那道 可以透光的美食的关键了 要想制作 先要简单粗暴地操作一番 扎碎 所以我们相当于把这个豆腐脑 又重新给它打成接近豆浆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对吧 滑嫩的豆腐脑在张师傅的反复导致下 已经碎成渣 张师傅说 这是制作可以透光的美食 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个需要把豆腐脑打碎来制作的 可以透光的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很浅的大勺子 盛着豆腐脑汤倒进垫着棉布的容器中 一到一波 只见张师傅手法干脆利索 豆腐脑汤就均匀地分布在棉布上 一到一波的手艺看着简单 却是日积月累的手上功夫 张师傅说 只有手法地道 制作出来的美食才能透光 一层层的浇好 再一层层叠加在一起 压制二十多分钟 准备起了啊 有点粘性 被这个给吸住了 一叶一叶的 这是该怎么样起的 要给它揉一揉 这跟揉面一样给它揉伞是吧 对 特别的薄 工艺复杂 需要将豆腐脑打碎制作的 可以透光的美食 就是千张 一百千克黄豆 大概能制作两百多张千张 薄而均匀 绵刃有嚼劲 就是一张千张 是否合格的标准